画面上是36岁的南韩艺人刘亚人 他以逆轮王朝年轻的时候就成为韩国史上最年轻的青龙奖影帝 这次因为涉嫌非法注射注棉的一丙分 就是有人称为牛奶针的麻醉药物被警方调查 身影了50天 现在毛发跟尿液的简体还验出了包括骨科检在内 其他三种毒品的阳性反应震惊南韩 刘亚人周一接受了12个小时的征讯 不出警察厅接受访问 第一次在镜头前致歉 今天星期二再度发文致歉 他坦诚自己是犯下愚蠢错误 接下来会诚实接受司法审判 神情憔悴向大众致歉 南韩演员刘亚人神影50多天终于现身 他因为违反南韩毒品类管理法 27号接受首尔警方问讯长达12个小时 刘亚人涉嫌在两年间非法注射俗称牛奶针的疫病分超过100次 累积施打量惊人 上个月遭到南韩食药处检举 没想到警方采集毛发与尿液检测 还验出大麻、骨科茧、Ketamine等其他三种毒品阳性反应 震惊南韩社会 凭借自然演技 刘亚人29岁就以电影《逆轮王朝》 拿下南韩青龙奖影帝 从悲剧世子演到邪教教主 多年来一向是南韩影视票房保证 如今因为涉毒毁掉新图 刘亚人已经遭到多部影视作品熟名 但尚未公布的合作项目不在少数 南韩广告业界保守估计 他至少面临80亿韩元 折合台币1.8亿以上的天价赔偿金 不仅刘亚人另一名南韩影帝何振宇 还因此遭罚3000万韩元 包含女星蒲世妍、歌手灰心 以及三星集团千金李富珍等南韩财阀 都曾经涉嫌非法注射义丙分注眠 流行天王麦克尔杰克森 生前饱受失眠之苦 同样依赖义丙分 最终因此中毒身亡 义丙分因为外观呈现乳白色 俗称牛奶针 常在手术麻醉时使用 能使患者迅速入睡 又迅速恢复意识 但也可能从此疑睡不醒 专家警告滥用药物具有高度危险性 一丙分必须经过医师诊疗 评估并开立储方前使用 但在南韩要取得医疗管制药物 并非男士 韩联社记者到诊所咨询 医师毫不犹豫 开立精神疾病治疗药物 还未依照身体质量指数 斟酌药量 来到另一家减重门诊 记者只是量了量体重 就获得列管的食欲抑制剂 南韩社群网站上 更能轻易买到各种管制药 韩联社记者尝试联系卖家 都声称是从医疗院所等正当管道取得 南韩警方巡线查气 一口气逮捕16人 其中三人还是未成年 2018年一整年 南韩十多岁青少年涉毒者 不过104人 2021年已经超过300人 短短五年间成长三倍 南韩滥用药物年轻化 也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TVS新闻 超过捕诉 建成员康 пока